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读者服务的创新应用 其实这四个Genda 其实最终都讲到一个东西 回过头来讲的最重要就是第一个问题 传统编辑 vs 数位编辑 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我自己的认为 就是说传统编辑跟数位编辑 如果我们用遇上这两个字 是不是恰当 传统编辑遇上数位编辑 这是一个恰当的一个发展的现况 还是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 已经没有所谓的传统跟数位 现在overworld在谈的是一个 到底我的消费者在哪里 我的消费者需要什么东西 我的消费者所要的一切 回过头来决定了你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OK 所以根据今天的几个 Agenda 我们就来谈谈吧 当传统编辑遇上数位编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OK 如果说当传统编辑 在我想各位拿到这个整个的资料内容里面 一开始被做了一个定义 如果说传统的平面出版是一个单一的 一个文字的组合的话 而且是根据于出版的一个思考 公司的一个决策的话 其实某些层面对上 现在大家所认为的数位出版 是在处理数位资源01几个byte的一个位元的串接 而以消费者的Eyeboard作为制胜关键的话 我觉得不是这么贴切 这样子的诠释不是这么贴切 Yes 但是不够 这不能够做一种二分法的切换 为什么 就算是现在的数位编辑 数位出版内容 你要考量的一样是公司的政策 还是有公司的政策的考量在里面 就算是过去传统的出版 你要考量的一样是消费者的Eyeboard在哪 消费者需求在哪里 这不是一个二分法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刚刚谈到说 现在不管你的身份是怎么样 你认为你自己要做一个传统的编辑人 还是说你即将成为一个数位的编辑人 其实你要的都需要知道说 你的市场在哪里 你的消费者在哪里 他们要的是什么 所以这两个不是一个切分 而是都存在 而且还不够 还不够 OK 今天的下午的课程 希望重点着重在实物 所以我想 直接进入这个讲题的课程里面 我想我就直接用实力来告诉大家 我们从实力来探究 到底 现在的编辑 或者是现在的 作为一个数位内容的生产者 他到底所面对到的市场 消费者以及可能面对到的问题 跟冲击在哪里 OK 其实最直接的 For example 就是中时电子报 中时电子报是这样子 UDN也是这样子 都是一样 这两个是一个传统的新闻媒体 我刚刚很快的review了一下 今天来的朋友们 大致上都来自于一些出版公司 做文化事业出版的 比较偏出版业 当然你说 北里的新闻 跟杂志 跟图书 是不是有差异性 的确它有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从过去的经验里面 来推 来看 现在 大家如果在开始 担心 看Warrior报 下一部 杂志 或者是图书出版 所面对到的数位冲击 会是怎么样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过去 中时电子报 其实我们来看它的前身 它就是在1995年 它不过 它不过就是一份中国时报的 数位的报纸的延伸 它在1995年的时候 把中国时报的报纸 在部分的重要内容 转载在网络上面 它就当初最主要focus是在海外的读者 它只要service海外读者 它并不care 台湾的读者 需不需要 因为那时候还是一个 传统报纸媒体 还算是强盛的时候 所以对它来讲并不重要 它最主要是要服务海外读者 好 可是真正的 真正的重点在于 整个台湾的媒体的产业的转 冲击跟转型 是在两个关键点 一个是在2000年 一个是在 一个是在 苹果进来的时候 怎么说呢 其实苹果 其实苹果进来 对台湾的媒体 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真正的冲击在于 它看到的是 不同的媒体的操作 经营者 它对于市场消费者的需求 的定位 是有不同的态度 跟关注力的 过去 由于台湾市场环境 让媒体是一种 在寡占的市场里面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跟市场的掌握力的 所以 它永远不会去 care 这个消费者要的是什么 以前这个思维 在报纸的经营观念里面 不见得那么重要 或者有 可是就算是有 它只是说 我今天要做改版 我可能会考量到一下 消费者可能会需要什么 可是在整个 经营团队 经营结构上面 市场在哪里 消费者在哪里 消费者真正需要是什么 这个结构有没有改变 长期以来 不是经营者 所去考量的 可是 苹果日报的进来 他进来的思维是 他是一个 纯粹以商业媒体 做操作面向的 一个经营者 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 从一个 外部的经营 的竞争者进来的时候 他要掌握到的是 一个市场 消费族群的 可掌握性 相对于长期以来 已经在市场上造成 垄断寡战局面的 几个大报 以前认为 我就是最大发行量的 事实上 他是有他的市场 进入的竞争策略的 而这个东西是过去 台湾的媒体 所轻忽的 第二个 2000年 我们所讲的是 整个网络时代的翻转 而其实 早上我刚听到 早上詹先生 有来做演讲 我不晓得他们提到整个他对网络产业的一系列的转变的说明 跟他的看法 其实 台湾对于网络的敏感度相对的是相对是快速 而且敏锐的 98年开始台湾的网络越来越强 一直到2000年是一个集圣 然后下来 可是这个下来 是让这个网络产业开始清楚意识到 网络只是一个平台工具 而不是 everything 我所说不是everything 不是什么东西靠上网络就能够创造获利 就能够成为一种新的成功的商业模式 这个成功商业模式必须要大家很清楚 understand这个网络所提供的资源 管道可操作方式 跟到底你的商品结构 跟这个网络能不能做什么样的结合 回过头来 找到利用网络的特性 跟其他行销工具 找到你的消费者 圈出你的消费属性 你的市场在哪里 这样子 网络才有他成功的条件 而过去我们忽略了这一点 忽略了这一点 如果詹先生有提到当年的明日报 明日报是一个good idea 绝对是一个 现在来看绝对是一个正确聪明的模式 可是他失败在第一个 在那个市场尚未成熟几个关键点 第一个 消费者的使用行为习惯还没被养成 因为消费者的使用行为习惯未被养成 因此没有足够的市场的业务 或广告的为纳量 那个支撑点 能够支撑这一个 那么新的媒体结构 在这个市场上生存 可是今天回来看 时间似乎是对的 时间似乎是对的 台湾的网络广告 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成长 OK 甚至放到全球都是一样 都有一定比例的成长 只是那个成长 整个overall的pie还小 还算小 但是每年固定的成长 其实意味着 越来越多的广告组 甚至就是产业开始重视到 网络的重要性 其实他care网络是什么 他并不care网络 他care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利用网络在找寻资料 产生新的消费跟阅读的模式 所以这个时间点是 现在来看是对的 但是过去的时间点 确实还不到 OK 所以来看 这一个中时电子报的 这一个电子媒体 网络媒体跟传统媒体的 这样子的一个转换 From Chinatimes to Chinatimes.com 他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到底这两个媒体 是一个加号 还是这两个媒体 最终变成一个减号 很多人都认为说 嘿 中国时报 如果再加上中时电子报 应该是一个加号 是一个加速 因为它透过不同的平台 能够创造更大的影响 跟市场效益 但是也有更多的人在问 不断地问 当你有了中时电子报 中国时报怎么办 为什么 大家都看网络去了 报纸怎么办 所以这个答案 似乎现在大家心中 都有一定的答案 再加上 刚刚主持人似乎在前面 有做了一些状况的说明 包括最近中时的裁员 的精简 瘦身 转型 好 那我们就来探讨 到底这两个媒体 如果要说传统编辑到数位编辑 那不如来说 传统媒体到数位媒体 到底它该怎么融合 才能够一加一大于二 还是说它就是一个抵消的状况 在数位时代 只要是内容生产者 都必须注意几个点 一个是content 一个是UI 一个是你的商品的生命周期 这绝对是不变的法则 OK 你到底生产什么样的content 这content能不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兴趣 它的必要性在哪里 接下来再来谈 你的商品有没有竞争力在于 你的阅读动线 你的使用动线 OK 再来谈 这两个前面两个因素 会牵涉到最后一个 你的商品的生命周期 OK 所以今天我不想太强调传统跟数位编辑 因为一开始我跟各位强调 没有所谓的传统跟数位 那只是一个态度 那是个concept 那是个concept 面对你未来工作领域 你的attitude 你的态度 你也没有跟着转换 你的脑袋 你的思维模式 如果清楚了 你根本不用care 你是不是传统编辑 还是数位编辑 你的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很多基础工都是具备的 甚至我认为传统编辑的基础工更扎实 而我们要的是新的市场的概念 新的思维模式 这些东西 不管是传统还是数位 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一样的道理 好 来看看吧 怎么成为一个数位编辑吧 content CNN的一个 这个非常有名的CNN的国际事务特派语员 OK 他曾经说 他曾经 有一年他 应远见杂志的邀请到台湾来做演讲 其实探讨就是 到底 媒体该扮演什么角色 媒体应该报道读者 应该知道的消息 或者是媒体应该报道读者想要知道的消息 这牵涉到 content content 你做什么content OK 报纸是这样子 杂志是这样子 出版的图书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content是最重要的 你的content 有没有那个吸引力 OK 但是 做一个数位内容 做一个内容的经营者 他的态度却是重要的 我们谈报纸 以媒体律子来讲 大家看到 这个新闻大家都知道 都看过 对不对 这是个新闻 是个新闻 这到底是读者应该知道的 还是读者想要知道的 如果这个讯息在发生的时候 国内的所有的四大报纸 全部都登了头版头 做这么大篇幅的报道 你很难说 它到底是你应该知道的 还是媒体刻意操作 让你知道的 似乎都有那么一点点 可是 我们直觉平心而论 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这样的image 让你舒服吗 让你舒服吗 OK 所以 这时候看到 每个人有不同的评价 每个人有不同的评价 我们再看一张 这也是 这是一个 很重大的社会新闻事件 这个媒体 用这样子的处理方式 它达到了 刚刚所谓的 Catch Eyeball Catch Eyeball 但是 OK吗 OK 另外一个 这个也是 OK 我刚刚 我现在就举的例子 都是在 这个 某些媒体的 头版头的 版面上面 OK 所以 回过头来 我们看 台湾的媒体生态 为什么会 这样子的变化 是这么快速 为什么报纸会 的整个经营的 市场结构 会这么快速的翻转 我们刚刚 谈到一个重要的 一个关键点 是 苹果日报的引进 造成了某一些市场的 效应冲击 我们很难说 对或错 这在于 你对自己 媒体本身的定位 怎么定位 OK 我很难说 我也不愿意 也不应该说 苹果日报 比较 不入流吗 还是中国联合 比较高尚吗 没有那回事 完全没有那回事 而在于 媒体的经营者 已经清楚 把自己定位好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讯息发生 事实上 为什么这样的现况发生 我们必须要回过来看 苹果日报来自于香港 那样子的一个地方 起来一个 大家如果 有去过香港 或看过香港 的电影的话 其实脑海中 大概有个印象 香港地小燃愁 而且密度之高 他们很多街道上面 尤其在很多重要街道 就是上班人潮 或者是捷运出口站 地铁的subway出口站 都会有很多 自爆摊 就是我们以前 所谓的票亭 那种报纸摊贩 OK 那个他们都是 排在地面上 一排 各种的报纸 各种的杂志 其实香港的媒体的经营者 有一个理论 叫三部理论 什么叫三部理论 就是当你的商品 跟所有竞争者 摆在同一个自爆摊上面的时候 你要如何有效地 掌握住消费者瞬间的眼光 能够让他停下来 满你的商品 所以香港的自爆摊都很短 小小了 因为地方很小 所以一般人经过的时候 基本上一二三 就过了这个自爆摊了 下面一个 所以当你走过这个自爆摊的时候 你的眼睛基本上 扫过去只有三部的时间 所以叫三部理论 你该如何抓住消费者的眼光 在第一时间决定要买你的东西 所以耸动的头条 照片 夸大的标题 是这样子的一个高度竞争 媒体下的产物 而且他们很清楚地知道 我的媒体经营 所着眼的就是要商业利益 很重要的 他们很清楚地知道 他把这东西当成是 他们经营的很重要的方针 至于商业利益 至于媒体该负的责任 事实上有很多不同的诠释 我们不能说 在那样子的一个媒体 它像是比较 没有所谓的媒体道德 或者是社会责任的 不见得 因为它的确 它也有做很多不同的报道 OK 或者是说 台湾的媒体比较文化素养 是 可是我们也同样面对 现在 回过台 为什么说 content重要 因为我们的消费者在改变 消费者在改变 因为过去的时代 当媒体没有被开放 当报纸没有被开放的时候 当电视没有被开放的时候 我们所能够得到的资讯 是相对是有限的 在座的各位 我不晓得 你们是 有些人是 我看那样年纪 有些人曾经 都跟我一样经历过 那时候只有几份报纸 中时联合 中央 青年 大华 OK 可是 因为那样的年代 我们没有选择 我没有选择 所以你得到 资料的新闻讯息来源 就这么少数 所以你被迫要求 被迫 被迫喂食 那个年代是媒体喂食你的时代 你没有选择的条件 所以相对的 我们在对媒体的资讯喂食的时候 你能够思考 正确对或错 要或不要 的能力 跟条件相对的薄弱 可是当后来媒体开放 更不用说现在网络环境 很多资讯是可以从自己的方式的力量去取得的时候 我要的就相对多元化了 活泼了 而且自主性高了 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媒体 我讲报纸的话 已经不再有所谓的大报 所谓的综合性的 所谓的超大的媒体了 越来要走向的是 所谓更vertical的 更深度的 更分众的族群 所以你说报纸该怎么走 其实我们看国外的 国外的报纸事实上 他们有很清楚的诉求 我该经营什么样的 像英国卫报 他很清楚知道 他是不是小众报 他是小众报 可是他有没有影响力 他超有影响力 OK 英国事实上他有很多太阳报 他做各种 娱乐的 甚至是八卦的 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要经营的就是那一个族群 就是那一个市场 未来的媒体 不再有独大的经营市场 但是需要深根的 却是一种分众的 vertical的垂直的市场 而在那个市场里面 经营好 你就有你的存在价值 跟生存的竞争力 而回过头来就是说 你要先清楚 你的定位在哪里 你的定位清楚之后 因为你知道你的消费者要什么 你就知道你要去生产什么样的内容 就content 回过头来刚刚谈的 到底你是要给你读者 应该知道的 还是读者想要知道的 以现在来看 both 都有 都具备 都具备 OK 所以content是一个 所以另外一个我们谈到的是 user interface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不分传统或数位 尤其在传统的 编辑的训练里面 我们更着重UI设计 不是吗 那个封面的设计 那个阅读的动线 那个文字大小的铺 的那个铺层编排 那个行距 那个插图 都是传统编辑 最重视的 更重要的 OK 但是回到数位的时候 一样 那个原理原则 那个尺度标准 一样存在 甚至更重要 为什么 当你到了数位环境的时候 user那一个mouse 那个click 是快速到 比翻书 翻杂志还要快 翻杂志有时候 还一次翻了两页 然后它倒回来 那个click 是啪啦啪啦啪啦 到处link 到处出去 你要如何让消费者 愿意把他的eyeball 留在那一个内容上面 你的UI设计相对重要 它UI的设计 OK 好 我们先到这边来 所以UI设计 我想这不再只是一个 你在看什么东西 你在feeling什么样的讯息 现在要的更重要的是 它够不够友善 它够不够简单 它够不够快速 OK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尤其我们在左眼 未来的数位内容的呈现的时候 我们所考量的是 那个东西 未来的内容 它可能在 你的mobile上 可能在 你的PDA上面 可能在我们所谈论的 未来的电子纸上面 但是 所有的 不管未来的内容 在什么地方呈现 万变不离 其中就是 它够不够友善 其实是很重要的 当一个东西 不够友善的时候 你的内容再好 你的内容再好 也不会有人要 除非 你的内容独特到 让我可以忍受 去抱一个 类似大砖头一样的 数位阅读器 除非你内容 有独特到这样子 但是有吗 放眼看上去 有什么内容 会独特到这样子呢 除非那个东西是名牌 可以保证 保证你一定赚钱的 OK 所以内容的 necessary跟interesting 很重要 再来是UI界面 你的UI界面 够不够friendly OK 所以我们现在所思考的 不再只是 那个feeling而已 OK 我们要考虑的是一个 我们能不能够利用 我们的专业 我们专业包含 对内容的专业 以及对 我的长期以来 编辑对于美感 对于阅读动线 对于使用界面的专业 再加上我们多一点点的关心 关心什么 关心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能不能给他 更多的服务 而这个服务在哪里呢 这个服务在于 必须要去思考 你的传播载具 你的传播地点 你的传播格式 以及你所在 操作经营上面 所要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态度在于 你所能够 combine 结合 创造出的 传播的功能 因为你要结合 更多的资源 媒体元素进来 以及你 这个内容 所创造出来之后 你要如何 让它有 更自主性 让消费者 有更自主性的 使用条件 来强调 你的传播的权利 这是一个 我们现在要思考的面向 而不再只是一个单方面的东西而已 OK 就是我们能不能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去思考更多的东西 因为 未来的消费者 你怎么知道说 他 只愿意 去买一本书 还是说 他只会 在电脑上面看 他可能 需要 希望 有机会 有必要性 他能够在 各种的 环境里面 使用各种不同的数位 工具 来看 不同的数位内容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在思考的模式吗 OK 所以 现在的编辑 要更具备 更多元的想象空间是 我们所做的东西 一定要 符合 未来消费者所要的东西 而从他的展具 从他可能取得的 传播方式地点 以及他所需要的内容格式 都必须一并帮他考量进来 OK 那当我们对内容 对UI界面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想象的空间 跟发展的趋势概念的时候 我们再来谈 所谓 这个商品 这个内容的 生命周期在哪里 其实我们讲 以新闻来讲 以新闻来讲 在做中时电子报的时候 我们之前 也很单纯的 简单的认为 那我就把中国时报的新闻 做一个reformate 放到网络上面来 那不就是一个数位内容了吗 我是不是可以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呢 OK 但事实上 事实证明 在整个 网络数位媒体发展过程里面 这个是不够的 而且 很快就被淘汰掉了 为什么 因为 消费者要的是不断 你需要不断update 新的资讯给你的 OK 这个生命周期 以报纸来讲 它是非常 拉得非常长的 它是非常长的 它从 最早的 报纸的转档之后 它开始要求 那白天你能给我一些 breaking news 它发展来 它发生了什么新闻 所以开始 有即时新闻的出现 即时快报 即时快报之后 当即时快报量够大的时候 它又希望你 帮它找出 今天发生的新闻的重点 OK 所以 又还有 今日的最新的焦点新闻 当你告诉他 今天 从早上一直到今天 现在此刻一点多 到底什么是 今天最重要的新闻时候 我们开始要给读者的是 这个内容的延伸 否则 今天过完就过完了 他不再上来看你东西 或者是他对你东西 不再有兴趣的时候 怎么办 所以 以新闻的发展的轴向 即时新闻 今日焦点 开始把焦点 开始 内容开始汇集 变成 新闻专辑 新闻专辑是把一个单一事件 从过去 从昨天 今天 甚至明天 未来以后 所会发生的东西 把它集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专辑 这个是延伸这个新闻的生命周期 让它能够走得更久 最终 就是 Database 新闻 任何内容 当被数位化之后 它最有用的价值 就是一个Archive的Database的价值 因为它具备有搜寻的功能 有搜寻的功能 它就是具备 未来资讯可被重复利用的价值 跟意义 所以 以一个 网络的新闻媒体的生命 商品的生命周期来讲 它是这样子发展的 OK 所以它从一个快速 专业 专精的生命的 即时新闻 生命周期是短的 它可能一个钟头就不见了 就不需要了 到最后面的资料库的 它的深广 它的生命周期长 其实这是一个数位化商品 你必须要考虑到 它的内容特性 它的生命周期是怎么样 同样面对的杂志 跟图书也是一样 为什么有的书 它是长销书 因为它能够 生命周期这么长 它一定有它的特色 它的商品的特色 那我们能不能把它的商品特色找出来 OK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 整个content必须要着眼在 它的吸引力跟必要性 我想这是做任何内容出版者 都不可忘记 我想不离的几个重要关键 它对于消费者来讲 有没有必要性 有没有吸引力 那对于UI来讲 我想除了friendly 除了simply 除了quickly之外 我们可能要多想象一点 什么样的more services to我们的customer OK 那在整个product life 的那个生命周期里面 我们要如何想办法 让它能够keep going 能够维系得更长 而这维系得更长 除了我们刚刚谈的 因为它是透过不同的 内容结构的转换 维系那个新闻的生命周期 可是对于杂志 对于出版图书来讲 有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维系 让它生命周期更长的 杂志可能会有什么核定本 会有另外各种方式 不同的操作 或者是其他 那图书呢 我们能不能找出 什么方式能够维系 它的生命周期更长的呢 其实这本书本来 生命周期就很长 因为它有一定的可被重复 阅读跟使用的必要性 OK 所以但是面对未来的数位编辑来讲 除了content 除了UI 除了商品的生命周期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的 这个真的是有别于传统 过去编辑的一种思维的一种概念 我们能不能够创新价值 能不能创新价值 创新你所制造内容的方式 呈现模式 创造它这个内容的附加价值 这是很重要的 而这个东西也是现在 特别大家特别重视 所谓创新价值的这样的概念 OK 我们就来谈谈 怎么样 做这样子的一个创新价值 我们从整个数位出版的工作流程 谈到多媒体素材的应用 或个案的研究 如果说过去 我想我们内容的接触点 不外乎的几个 就是电视网路报纸杂志 函图书出版 以及广播 这些应该是 所有的内容跟消费者接触的 所有的管道 我想逃不出的几个 但是过去的经营模式里面 电视 透过电视机 找到它的受众族群 网路 报纸杂志 广播都是一样 它透过它自己的一些 特殊的界面 去找到它的受众 这是由 内容经营者 想办法去找到 它的越众族群 这是 过去是唯一的 而且必要的途径 也是辛苦的 这个成本代价也是高的 但是当你的电视 或者是你网路 或者是你报纸杂志 图书广播 要去找到 原本它只收看电视 不看报纸 或者是它只看报纸 比较少看电视 或者它不善于 不习惯阅读 报章杂志图书的时候 它所要透过 这个媒体转介的力量 是大的 成本是高的 我们称过去的阅读 跟数位经营内容 跟那个出版经营内容 那是一个1.0的概念 但是我们现在 每每在强调 2.0的概念 是什么的时候呢 我们能不能换个立场 同样是这些媒介 同样是这些内容 我们可不可以 让读者来找我们 这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谈的2.0的概念 2.0的概念 所以我们刚刚 为什么一开始强调 内容的重要性 你的消费族群在哪里 是因为你要开始了解 你要经营的对象在哪里 然后把一些权利 交给你的消费者 让他来找你 如果我们的消费者 开始清楚知道 你可以提供他 更多不同的 多元的服务的时候 当他想要找电视 想要找网路 想要找报纸 杂志广播的时候 他除了原来的 沟通管道之外 他是不是能够 有机会 因为你的服务 因为你所提供的服务 给他更多 不同的 界面 取得他要的资讯 而这个时候 如果透过消费者 自己来找你的话 相对的就 轻松多了 你的成本也相对比较低 这是我们现在所谈的 2.0的数位概念 你把很多的需求 帮消费者考量到之后 把这个球丢给消费者 让他来找你 而他为什么要找你的 先决条件就在于 因为你有能力 提供他所要的 除了内容之外 更多可达到 找寻资讯 要到内容的便利性 跟可使用性 所以我们谈到 所谓的 画平台的数位出版的工作流程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概念的话 我这个例子 是以现在 中时电子报 我们在运作的过程 这是一个 现实上面的例子 这是真实的例子 我刚刚提到了 过去的电子报 我们的主要资讯来源 有几个 一个是报纸的内容 专档 后来 一直到2003年 我们开始建立了 自己的采访记者 所以现在的中学电子报 有自己的采访记者 开始为网路媒体 网路新闻 采访新闻 攻击内容 同样的 也在2003年 我们开始跨界 做不同外部媒体的合作 跟杂志 跟图书 我想 现场有很多图书的业者 或许你们有经验 有知道 贵社跟电子报 有经常很多书的 我们有很多访谈的合作 跟杂志访谈的合作 都是透过这样的思维 以前总认为说 媒体之间很难合作 但事实上 到现在的环境里面 我要打破这个思维 因为媒体之间 有太多可以合作的空间 因为每一个媒体 我们刚刚谈到 前面的几张slide 每一个媒体 都有自己锁定的目标族群 也有很多 我想要 而我要不到的客户的时候 我的消费者的时候 透过彼此的合作 这本来是个win-win的 一个合作效果 各位有一个观念 大家说经营 不管经营报纸 经营杂志 经营图书 都有概念 大家都想要经营 自己的客户群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家里面 都会建立说 我这个订户的资料库 我的客户 我的member database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member database 都是各位花 各位公司花很多成本建立 花很多行销预算成本 去找到的 可是当你被找到之后 是不代表 你就拥有它了呢 错 你花了这么多成本 拿它进来放到 database 里面 如果你不能够不断地去maintain它 去维护它 去entertain它 它就是死的 因为它这是因为你这个活动进来 下次你不再entertain它 它根本就忘了你的存在 你以为你拥有40万笔资料库 会员资料库50万笔 你以为这都是你的资产吗 错 那是你的成本 而不是你的资源 可是各位 当你要不断地去entertain 这些客户资料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所要投入进去的行销预算 是多大吗 因为消费者永远需要被唤醒 永远需要被满足 但是你有那么多资源 不断地去满足它吗 最好的方式 就透过异业合作 大家用保险的概念 大家都丢一点资源进来 创造最大的活动利益 创造最大的一个效果 来满足我们共同的消费者 所以不要怕 真的不要怕 你的资料库跟别人分享 因为你要想到说 你是别人用别人的资源 在帮你喂养 在唤醒你的消费者 你的顾客 这是重要的 否则当你第一次花一百块钱 把它放进来之后 你花了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很快的 一个月就没有用了 它就死掉了 它不再会是你的重要 忠实的会员跟顾客 因为你没有免贴它 OK 所以这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开始做 外部媒体的合作 尤其要找到跟你 有互相互补效应的 举个例子 《中心电子报》 当我没有办法创造 因为我的重点在于是 daily news 即时新闻 每日新闻的发展 可是相对的 我没有足够的人力 物力去发展 更深入的专题报导的时候 其实我跟杂志的合作 是非常好的 因为杂志 它不管是月刊 或是双周刊 它的卖点就在 那个cover story 而这个部分 是我可以跟它合作 我利用我的平台 帮它做大量的曝光 杂志或是图书 或是书籍 可以透过这一个 所谓的大众媒体平台 网络是一个大众媒体平台 然后提高它的曝光度 提高它原本没有办法 找到的受众族群 让它有机会呈现的时候 相对的对于杂志 对于出版业子来讲 这是很好的行销管道 而电子报来讲 我因为这样的合作 我可以免费无偿地 得到一些精彩 有料的内容资讯 来满足我的消费者 我的受众族群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合作 所以因此这样子 我得到了什么 我得到了patchview 我的业者 我的合作业者得到什么 他得到了零售的市场的成长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合作的模式 而我们要思考的是 我要打造的就是这一个媒体工厂 把各种不同的资讯源 透过各种可能的合作 在编辑台 透过一系列的操作方式 产生不同的格式 不管是未来是要给网络使用 给手机使用 给电子指使用 给数位电视使用 甚至是on demand 的VoMOD的这些东西 都要透过这个界面 提供出去 所以各位 不管在座各位 你是做杂志的业者 或是图书的出版业者 请各位一定要有不一样的概念 是说我今天所做的生产的商品 已经不再仅仅是那一份纸本的杂志 或是那一份纸本的图书了 因为当然我们知道 大家最终希望得到获利 以眼面前来讲 能够冲到获利了 还是那个纸本的销售 或者是广告的营收 但是你要知道 就算现在数位出版 还不成熟 就算现在数位出版 还没有把当大家创造获利 可是各位 为什么不想想 应该积极去思考 数位出版现在的行销管道 是不是已经被你有效妥善的运用 把它当成是你自己 你的实体刊物 销售的重要的 promotion的工具跟管道 如果有这样的思维 你就会知道说 你怎么去经营 去重新做这个内容的时候 你能不能把它reformate reduplicate一份 属于你为了要在数位内容平台上面 去做行销也好 真正未来要做出版时 好的时候的那一个商品 因为现在它对你就有用 就有帮助 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甚至 我们现在做图书的访问 我们从2003年开始做 做到2004年的时候 成品 大家如果去看成品信义店 信义旗舰店的二楼 楼梯口上去 图书区域进去的 左手边那个大柱子 有一个小小的monitor 那是成品 for电子报设立的 因为我固定 每个礼拜 做两到三本 甚至四本的书的介绍 那当然是经过 我们编辑挑选 跟出版社谈 然后做一些好书的推荐 长期做了一年多之后 成品希望 也帮我们 把这些好书推荐出来 因为成品也是一个通路 他也希望介绍好书给读者 给消费者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结合 因为我的推荐 因为我们的访问 我们每本书我看过 我看过 我的编辑看过 我们敢推荐 所以我们跟业者做合作 这本书我觉得值得推荐 我就找作者来 或者找议者来 然后做连线 做访问 做书的导读 把这个书内容做一个清楚 简约而 精益的概要的这种介绍 让消费者能够更进一步了解 这本书的内容 或者这本杂志的内容的好处在哪里 这样的东西 现在在成品的二楼 有一个柜子 就是说中时间报好书推荐 只要我们推荐的书 就会在那边摆 OK 这是一个力量 就是这种数位内容结合的力量 OK 所以你说它有没有效果 它真的有效果 它创造了很多零售市场的成长 OK 所以我们要想象说 过去大家所经营的内容 不再只是那么局限性 不再只是那么单一 大家要开始有不同的思维模式 从内容 从内容的format 从内容format 能够跟什么人合作 跟什么新的行销的管道工具合作 都是编辑应该考量的 编辑除了做好那个商品之外 这个商品的成功与否 销售与否 跟编辑也有绝对的关系 而不是说这东西是行销部的事情 是业务部的事情 没有那回事 现在的编辑是要更多元更全面的 因为要为这个商品负全责 OK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这东西 主要 第一个就是要有 input output的作业流程的设计平台的设计 第二个要有多工编辑器 第二个产品要有UI界面的对应 综合刚刚所谈的东西 怎么说呢 因为要达到刚刚所谈的 那么多复杂的动线的操作 第一个 我们整个后台的系统环境设置很重要 你的资讯源来自于四面八方 我刚提到了 我有自己产生的新闻 我有跟外部合作的文章 我有书的导读 我甚至还有外面跟广播公司 广播电台合作的语音内容 电视进来的影音内容 我要怎么样 最后能够透过我这边的加工 生产出我要的东西 其实那一个动线流程设计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做 要达到那个地步 要那个境界 所以回过头来看 各位的后台的设计是重要的 那个input跟output的产出流程是重要的 那个环境平台是重要的 第二个 那个环境平台出来之后 各位实际在运用操作的时候的那一个tour 那个tour很重要 那个tour在我们来讲叫编辑器 那个编辑器是说 我同时那一个使用界面 可以同时位入不同的资讯源 而在那个编辑器上网 我可以同时做很多不同资讯源的格式的转换 combine 然后reformat成网络要用的 成要进资料库的 成给数位出版内容 给digital tv的 各种东西 我可以在那个编辑器上面 编辑完之后 一个指令 产生出不同的格式出来 OK 这是多工编辑器的必要性 最后就是产品UI界面的对应 我们刚刚谈到 因为你要给不同的合作对象 或消费族群的时候 能不能最后产生不同的UI的界面对应 这个是对于跨平台数位出版工作流程的 最重要的核心关键在这边 这个要被设计好 否则的话 我们就算有那个想法 有那个概念想要做 可是你会发觉 你投入的时间人力相对是耗费太多的 跟你所想象不一样 我数位内容不是更快速更便利吗 结果实际数糟糕 很多问题都发生 那在于一开始的流程设计没有被设计好 你的编辑器 你的使用的界面编辑器没有被规划好 那就会造成很多后置上面的困扰 跟问题发生 就前面这个东西很重要 OK 那我们就来谈谈 那到底什么是多媒体素材的应用或个案 其实我一样我们就用个案来看 过去大家在看网络界面的时候 网络对大家来讲应该就是文字吧 图片 这是最基本最单纯最原始最必要的界面呈现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象过 其实对于一个多媒体数位内容 它应该之所以称为多媒体 它就应该要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出来 所以文字只是其中之一 图片也是 它能不能承载声音呢 它能不能承载影像呢 照理说都是应该要出现的 同样的在电子报上面 我们后来就不断的加入新的元素 这是我们跟杂志合作的 杂志的这本封面故事 我们可能会摘取部分的精华的导读 不是全部的 精华的导读 要让消费者知道 这一期的杂志 它在告诉你什么 能不能吸引你的兴趣 是不是你要的内容 但是精华的导读毕竟是不足的 所以我们再加上 跟这一个杂志的主编或总编辑 来做一些语音上面的访谈 的谈话 谈话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这一期有更多内容 精彩内容在里头 有更多什么样的 值得你去收集 或去观看的资讯在里面 因为人的诠释 相对是更有感情 更有说服力的 更能够唤起读者 对这个刊物或对这本书籍 希望去探索跟满足的条件的 所以我们透过语音的导读访谈 然后来加强这一本杂志 的宣传 所以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就让一个原本很呆板 很单纯的网页 变成活泼了 而更有吸引力的 所以就是把文字加上声音 同样的我们对刊物也是一样 书我们可以找作者来做导读 这是要强调加强你的行销的说服力 跟行销的方式 同样的在电子报这边 我们还会经常性的定期的做很多人物的专访 而这个部分他所呈现的模式 就是完全比照电视内容 制播的节目的方式在制作 OK我们会不断的去访谈很多的人物话题 OK把它用摄影棚的方式把它录下来 但是录下来之后呢 各位一定要回过头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主要的经营的内容 跟商品的行销的管道到底在哪里 就算我今天制播像电视台一模一样的内容跟品质 但是我可不可以像电视台一样切一个时段 这个访谈一个钟头我就播一个钟头 不行 如果我这样做 这个东西没人要看 为什么 毕竟你是在网路上面阅读这个讯息 网路有网路的使用的族群 它的使用行为模式是分段的 是短暂的 它有阅读上面的设限障碍的 因为我可以用遥控器看电视 看两个钟头四个钟头 或许不会累 可是我盯着电脑的荧幕看那个screen 看那个影像 如果盯着30分钟 说实在的就很累了 所以我们不断地强调 当我们要做数位内容创新跟发展的时候 一定回过头来要思考 你所呈现的界面在哪里 要根据你所呈现的界面 消费者使用的行为模式再做一点点修正 去修正成符合他可能使用这个界面的行为修饰模式 所以今天我访谈一个钟头 我会根据里面的QA分段剪出来 所以会剪出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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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QA内容 所以当消费者在看这一个一个钟头的访谈内容时候 他是可以很轻松的看这个标题 看这个标题 我想要看哪一段 去点那一段的标题 就跳出那一段的影音内容出来 OK 所以这个是比较符合网路 不同使用行为模式的收视习惯的 同样的各位未来在 在面对你自己的数位产品的研发 或发展的过程里面 一定要把消费者 对使用你这个数位商品 跟使用数位商品阅读界面的使用行为模式 要把它考量进来 不可以用原来传统的方式 所以这样子才能够让你的东西 满足它的使用行为模式 它接受度才会高 OK 那我们也曾经在电子报上面 试着开播网路广播 OK 网路广播也是我们另外一种尝试 跟创新 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 在使用随身的阅读器或阅听器 包括iPod MP3 其他各种品牌 MP3 或者现在的数位 这种mobile phone 现在的这种smartphone 这种多工的数位内容 这种手机 它都可以变成是个人 现在很重要的随身的阅读或阅听器材 所以根据国外的发展 国外的发展 iPod 的过程里面 最主要是因为看到越来越多的Podcast的应用 跟发展 所以iPod 你看iPod 一个机器里面动辄40G 60G 120G 这么大的硬碟空间 放什么 当然要放 它就想办法 要创造更多不同的数位化内容资讯 去满足消费者 当你持有这个机器的时候 它到底可以用来做什么 如果iPod 高达60G 120G的硬碟 它永远都只能听歌的话 那糟糕 说实在的 它的使用 就有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它开始可以看电影 它可以下载各种不同的讯息 所以在国外 Podcast非常升行 国外有非常非常多个人化 或者是企业化的网络广播媒体 他们透过数位化内容的转格式之后 直接在网络上面 可以听 可以下载 下载在个人的随身的阅读器上面 可以带得走 而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这东西也是不断地在发展 这种新的使用方式 那其实最后谈了那么多 那到底读者的服务创新概念在哪里 所以我们再回过来谈一下 过去当只有几个媒体存在的时候 我不晓得各位 你们以前当发现一则报道有错误 或者是你觉得你有话想要说的时候 对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有话想要说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方式和管道能够去纠正媒体 或者是告诉媒体你想说什么 这是一个来自于消费者阅读大众的 另外一个方向 其实我必须很诚实的说 过去的媒体就刚开始讲 也不知道他的受众族群在哪里 我总是认为说 哎呀全部都是我的读者 反正我最大 我发了五十万份 我发了六十万份 反正我最大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这产生了很重要的一个落差 当媒体不知道消费者哪里 不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时候 当消费者有需求 而不知道如何传递讯息 给那一个内容的经营者 生产者的时候 其实那个之间的联系 供需的关系就产生了落差 慢慢的就产生了质变 消费者开始不要你了 为什么 因为你总不能满足他 然后经营者开始觉得危机了 为什么 我一直认为我是直报啊 我一直认为我是优良刊物啊 为什么我的消费者一直在流失呢 重点就是中间的community 那个interactive没有被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 以前要经营客户 经营客户关系的成本是高的 而且是困难的 但是在现在 各位透过数位 或透过网络的界面 事实上是更有机会 找到你的客户 你的市场在哪里 这是叫方法要得当 现在的媒体要有几个新的思维啊 就是真的 你真的要去倾听消费者在哪里 你的读者在哪里 他的声音你必须要重视 过去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过去 你如果是报纸的读者 你想要写一篇读者投书 或读者意见函 你可能要经过重重关卡 你要先写 邮寄 邮寄到哪里 邮寄到你可能不知道 记到哪里 你只要记某某报纸 搜 这个某某报纸 有好多部门啊 他哪知道把你转到哪里 如果说你幸运地转到了编辑部 那或许你走进了成功的第一步 那可能但是不是最后一步 进入了编辑部之后呢 收发的小姐们可能会把你 他看到第一眼 他会决定要不要留你 留与不留 取决他的身上 他如果决定不留 你就永无见报之日 或者是永无见天之日 他决定留时候呢 他决定给谁 他如果给 转给发行 转给业务部门 那他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转给编辑部门 那又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所以那是很困难的 但是现在 你可以用各种方式 去表达你的意见 包括你直接写信 写email 直接给某某编辑 或者是直接用你的部落格 或者其他的电子平台 媒体平台 你都可以有效地表达你的意见 这是跟过去有很大差别的 所以因为这样子 现在的媒体 要更清楚地知道 消费者的意见在哪里 这是很重要的 当你能够倾听消费者的声音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的消费者在哪里 而根据消费者的需求 你还可以重新地去定位 你自己的商品化的差异在哪里 举个例子 过去我们在改版的时候 常常很习惯地 由各版的主编 去根据他下一期段 想要做什么内容 而决定我这个版面怎么改 但是却很少去做大大范围 大量的user的focus group 或者是user的使用需求调查 或者是过去你的viewer 对你的内容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好坏需求调查 因为以前总是认为 我们是专业的 我们根据我的专业 能够提供你更好的内容 可是现在真的不一样了 所以回头刚才第一个slide 不仅要基于自己的专业 更要关注消费者的需求 这个是很重要的双向互动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 或出版业者或内容生产者 当你要做任何改变 改版或者是转型的时候 他大概都会做很多的 消费者使用需求调查 满意度调查 这是对的 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知道 你下一期段该怎么改 能不能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当部落格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大家是不是知道 其实企业在运用部落格 相对是比较少的 而且是相对是危险的 是因为企业在运用部落格的时候 总是希望说 以为部落格是一个很好的行销工具 认为这个行销工具 能够帮公司创造更大的获利 是因为以为部落格可以真正做出 好的商品的行销销售 yes and no 为什么 当你希望透过部落格去做好 跟客户之间 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联系的时候 你要有没有清楚知道说 你在经营部落格 写企业部落格的时候 你是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 你是基于说 想要从客户那边得到讯息而已 还是说你很诚心的 想要跟客户之间建立一个沟通的管道 如果各位只是想把部落格当成是一个很直接的片面的行销工具的话 那各位可能会失望 因为消费者不会买单的 因为他会把你当成是一般的广告一样 但是如果你把他当成是你跟客户之间 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的交换的时候 这包括好的跟不好的 你都要take 你都要response的时候 那他就是有用的 他就有用的 因为任何客户的complain 都是对一个公司 对一个业者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讯息的获得的管道 因为各位知道吗 以前这东西你想要都要不到 你想要都要不到 不要说不要说称赞你的 连批评你的你想要都要不到 而当你没有办法取得这个消费市场的资讯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消费者care什么呢 你怎么知道消费者要什么呢 OK 所以通用公司 美国通用汽车 这么大的公司 这么百年的 这么悠久的公司 事实上 他在部落格 他在2004年 2004年底 2005年的时候 他们的总裁 就自己成立部落格 除了企业部落格之后 还有一个自己总裁的部落格 他专门收什么 专门收全世界各地的客户讯息 意见反应 而且他做到 他做到 每一封都回应 做到每一封都回应 这真的 OK 当然他有一些过滤 但他尽量都做到每一封都 只要是正面意见的 正面是包括批评跟赞许意见的 而不是那种无谓漫谈的 他都回应 甚至到第二阶段 他做到什么 因为他的量太多 他们要打 他直接做语音回应 他在部落上面就做语音的 任何问题 他就直接回答 直接回答 不是他本人回答 他就找专业部门 这个部门 那个部门的主管来回答 这个就是跟客户之间的关系的建立 当你愿意 接受客户的讯息的时候 客户就会认为 你有尊重他 他有受到尊重 他就认为 你是一个值得交往的对象 他对你的商品才会有信心 OK 所以 不要谈得去 你要倾听客户的声音 之后开始做Data Mining 开始做讯息分类 你原来有这样的族群 有这样的年纪 有那样的消费 有那样子的收入 有那样子的性别 在不同地方 对你的商品有兴趣或有意见 然后开始重新找 自己商品的下一步在哪里 那个商品的定位 那个差异性 那市场区隔在哪里 OK 所以为什么同样都是信用卡 开始我们看到市场上的金融业者 开始有所谓的一般卡 尊荣卡 无限卡 白金卡 联名卡 商务卡 联名什么飞机飞航卡 为什么 因为开始在做市场区隔 现在没有一张卡 能够满足所有消费者的 而且一张卡 所要投入的成本 要Services的成本 也都不一样 所以他只好做更detail的 更清楚的市场消费族群的区隔 找出原来这群人是喜欢我这个卡的 那群人是喜欢别人的卡的 那我要吃哪一个族群 所以开始做市场区隔 各位的商品也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有的杂志定位是 我是商业杂志 有的定位是 我是数位杂志 有的定位我是财经杂志 是因为没有一本杂志能够通吃 没有 但是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商品 所以你要做什么样的商品 一定知道说 我的那个市场有多大 我消费者有多大 在哪里 我能不能做那个商品 除非今天各位想要做的是公益慈善 我不care我的消费者 我完全做兴趣 做公益 做好玩 做道德 做社会良知的 那当然那是另外一层面 就算如此 你也要知道你要发给谁吧 所以市场消费者的需求调查 市场区隔是重要的 OK 之后我们才可以做分众的精准行销 OK 所以设法找出多种 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管道是重要的 怎么做呢 消费者现在都在谈论什么 那意味着 现在或下一阶段的消费者在那边 而消费者在那边 就代表市场就在那边 但是我们怎么做呢 举个例子 其实电子报不是一个网页出来 让你看看就没事了 其实电子报的网页里面 埋了很多的机制在里头 这个网页点进来 各位看到 上面有一个浏览次数 有一个回应次数 有个转记次数 有个引用 有个列印 那个数字都有意义的 那个数字在背后代表的是 什么人 有多少人 是什么人 从什么地方 在什么时候来看这一篇新闻内容 而这一些人背后 基本上我们会透过不同的方式 去让他成为我们的会员 或者不是会员的话 他会留下一些基本的资讯 可以去追踪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制的设计 每一个click 我都知道背后是谁 那这样的资讯 我可以做什么呢 我就开始做data mining 原来这些人 而这里面的这些可重复计算的这些人 他都在看什么 他都在看某一篇文章 而这篇文章我最后可以去找出关联性 如果这些人都在看汽车相关报导的话 那我就可以知道 每次来看汽车报导的这些人 他可能care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汽车的相关资讯嘛 那我可以做什么行销呢 以广告业务的需求来讲 我要放的是汽车广告的东西 跟汽车可能延伸着金融贷款的工具 对这一篇内容来讲 因为我可以清楚的知道谁在看 大部分是谁在看 所以他可以做相对应的结合 是同样同质性的广告 可以放在这边 那这个广告不是随便乱放的 是因为我们透过数据化的整理跟分析 知道谁在看 这样子的话 这个广告放在这边的点阅率才会增加 因为这些人是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嘛 OK 所以当以前的媒体漫天撒网的时候 到底各位业者 你们所投放的行销预算 广告预算 到底有没有用 其实 谁知道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你可以要求 你要做行销的对方的那个媒体 提供你更精准的行销工具 提供你更精准的行销事后的后撤报告 告诉你说 你的这个行销方案 谁看了 多少人看了 这些人在哪里 是什么人 同样的 各位 你们在做自己的会员资料 或者是行销方式的时候 要如何找出你的消费者的时候 也要透过这样的方式 找出跟你的消费族群可能对话的管道 设计出那个技巧方案 方式出来 然后不断地累积他的资料 然后做事后的后撤跟分析 找到你的消费者 所以这个基本上回过头来我们在做个综合的探讨 这对媒体来讲或对一个数位内容来讲 出版者来讲 真的不是真的不是一个我是过去的或是现在的 没有没有分 现在是一个1.0加2.0的双线战争 你必须具备传统编辑的优质的那个特性 那个专业 那个素养 但是要再加上数位时代里面2.0那个创新的概念 那个可能运用多元的管道 那个你必须要跟消费者之间建立关系 沟通的那个能力 必须要结合在一起 再加上把内容做创新价值的延伸 相对于现在的编辑 数位内容生产制造者是相对是辛苦的 因为我们消费者越来越不满足 越来越多可取得资讯内容的管道 越来越多可以强调自己能力诠释的方式 所以现在的消费市场是这样子 OK 所以没有过去跟现在 只有结合在一起才是对的 我们的谈说 到底谁能够掌握市场 重要是谁能够deliver最后那个last mile 什么叫last mile 就是我们知道 家里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最大的 最大强势的地方就是说 它最后的那个端头 进到你家用户处里面 家用户就代表那个账单 那个账单就代表 它掌握这一个消费者 它是掌握这个消费者的使用行为模式 它的消费能力消费习惯 所以谁能够掌握love mile 就是跟客户联系的最后那一个管道 那一个阶段 谁就是市场的拥有者跟竞争者 所以我们要谈的是 现在各位不是只是要做content 而是我们能够提供更多multiple的services 因为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创新多元的服务 就是要掌握你的消费者在哪里 谈了这么多编辑的技巧啊 内容啊太多 我想各位都比我还了解 还专业 因为你们都受过专业的训练 可重点是那个概念要转变 就是说如何让自己的专业 加上消费者的改变的那个趋势 利用网络跟数据内容 环境的多元跟可重复运用 跟不同横切面的使用界面 结合在一起 找到你跟消费者关系的 那一个最重要的关口 掌握这个东西 你就掌握了everything 所以它不是一个商品而已 它不是一个shop 不是一个东西 一个账单而已 它是要多元的服务在里面 OK 所以那个 The Tipping Point 这本书 葛拉威说 其实任何 a little thing that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就是这个意思 你不要以为 你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是没有意义的 事实上你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它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 真的 现在就是正处在这个数位翻转的时代 离任何一个小小的贴心的改变 你可以创造是无限的商业利机 所以这是一个很终极的一个画面 就是如果媒体是这样子 杂志是这样子 数位出版是这样子 未来的环境 它是一个没有时区的 没有地域的 设限的 没有所谓的 使用行为模式设限的 因为你要service的 你要赚的是一个overall的 数位环境 数位内容 数位需求 你必须要心理准备 你所身处是在这一个数位媒体 数位媒体汇流时代的核心 你能不能变成是一个media 的一个生产者 而同时还要具备是一个生产制造转型者 你是不是一个数位工厂 能够把来自于不同的内容 转换成各种不同的格式 是不同时区不同使用行为模式消费者所要的那样的一个平台 如果各位有那样子的想法 有那样的企图心 有那样子的concept的话 其实你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数位编辑了 因为你所考量的已经不再是仅此于过去你所知道的那一个单纯的编辑 你所思考的是从内容出发到编辑结构 到编辑内容UI界面的呈现 到这个商品出来之后 可能透过哪一些通路 哪一些行销模式 跟可能出现的你所要锁定需求 找到的目标消费族群 创造出那个市场 它是一连串都涵盖在里面的 这是一个身为现代数位编辑 所要思考而要具备的观念 所以当大家要谈完之后 你就很清楚知道 其实传统编辑跟书构编辑没什么差别 在专业基础上面没什么差别 都要具备那样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 面对未来消费者 跟行销工具跟管道 跟内容方面的呈现的时候 我们要多一点点创新跟合作的可能 因为当你有创新合作的可能时候 你就会透过分享得到更多广泛的资源 跟消费的回馈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而我想这也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整个数位的编辑内容的一些生产的过程 虽然对不起我时间有点超过刚好 但是我想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要不要开放一些问题 OK的 请各位先给郭总编一个热烈的打声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想大家从第一堂课听到现在 一直不断听到重复的一个字眼 就是service 也就是服务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虽然大家的切入也 对他开始所讲的都是一个使用者核心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在开放五分钟的时间 来进行Q&A的session 一样的也请您先抱上您的单位名声跟您的大名 谢谢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如果大家有非常实务性的问题 就可以在这边直接讨论哦 包括你要问我忠实的状况也可以啊 要强大这个问题 好那既然郭总编您也提到了 就是忠实的目前的状况 能不能替我们大家做一个您个人的观察 真的要问这个问题啊 好其实忠实啊 其实忠实 我想不仅忠实啦 其实国内的媒体都碰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接下来 这个媒体该如何走下去 它的生存条件在哪里 忠实从报纸起家 然后跨足杂志 跨足出版 后来最后跨足电视媒体 甚至还有网络 这过程里面不断地在尝试媒体整合的各种可能 但是台湾的市场毕竟有限 台湾市场小 但是竞争又激烈 在没有过多的市场可供发展 或者是业务资源市场行销 这个预算派可以资助的情况下 台湾的媒体都会面对一个严格的挑战 就是它到底该focus在哪里 就回到我们刚刚谈的 到底我的消费者在哪里 我消费者要什么 其实你说报纸是不是就gain over了呢 我想绝对不是 我想今天在座所有的朋友们 我想你们也不会认为说报纸从此就gain over了 就结束了 而是说当我在阅读报纸 需要报纸资讯的时候 除此之外 我还有更多的选择条件 我还有更多的机会 管道可以得到 报纸可以给我提供资讯的各种方式 跟管道跟资源的时候 其实报纸不是变得那么唯一 我想它不是唯一 可是并不代表它不重要或不存在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谈的话题里面 现在未来的媒体没有独大的媒体 未来的媒体开始走的是分众深入垂直化的媒体 我这个媒体能不能满足 我所设定这个商品定位的 这一个族群的需求 如果我能够做到专业 满足这个族群的需求 这个媒体就成功了 就是一个成功的媒体 就是一个好的媒体 但是它不一定会是一个大媒体 今天中时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 中时有报纸有杂志有出版有电视 可是这么大的一个集团 它要面对的是 课题是我要如何把这些资源 重新整合在一起 整合谈何容易 整合事物很简单 比如说把文字的声音的报纸跟图书的 跟电视的揉一揉揉在一起就好了吗 不是那么简单 各位想象 光光一个电视的影像 要到电子报的影音平台来播放 不是想象那么单纯 把电视的东西简洁出来 就贴上去就可以 不是的 后面要考量是整个格式的转换 因为电视的format跟 网络呈现的format是不一样的 只有格式的转换 格式转换之外 还有我们刚刚谈到了 消费者在网络阅读的习惯动线 跟电视是不一样的 你还要做后置处理 后置处理完之后 你还要考虑 你的网络的系统平台 能不能够撑得起 这个影音的播放 阅读的那一个能量 有好多好多的考量 还有电视 它每一个时段所播的内容 跟网络 我这个全听后的消费者 所要阅读的内容的动线 跟内容的需求性 是不是一样 又不尽相同 同样的光光这么简单的关系 内容就不是说 一个简单整合两个字就可以 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个媒体 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专业 什么专业呢 除了新闻专业不用说之外 就是商品要够专业 够专精 所以回过面对这个市场的现实 报纸的裁员 或者应该更精准的讲 它是让整个媒体事业集团 内容 商品内容的有效的转型 让报纸变成更vertical 更分众 更适合未来消费者 这个市场所要的 那个规模的大小 而让更多的企业的资源 去转换到 不管是在电视 或者是在出版事业 或者是在网络事业 那是一个不得不的重整 而不是只是很单纯说 我就是砍掉报纸 不一定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内部我们也在做很多人员的吸纳 原来在报纸有很好的经验的人 事实上可以转到不同的企业去 继续做服务 只是现在的新闻从业人员 或内容的生产者 必须都要有新的思维 是说我们现在要具备更多的能力 跟基本的工作要素 你要满足未来 你要投入这一个产业 所需要你投放出来的各种能力 你不能只会写 你不能只会采访 你要写会采访之余 你还要了解不同产业的特性 不同消费者要的东西 你要满足 你可能可以从报纸划到出版 从报纸划到杂志 从杂志划到电视 就像现在电子报的一个编辑 不是以前报纸的编辑这么简单 它是要等稿子进来 它就直接拿完之后改一改 看有没有错字 重新拼板贴板就出去 不是 现在电子报的编辑 它有几个要项 第一个 它要具备新闻判断能力 它要知道这个新闻进来 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错误 有没有可疑之处 至于它还要能够追踪新闻 因为现在都讲求快速 网络时代 网站内容院 它要讲求快速 要follow这个新闻 当我记者还没有办法 供应更新的新闻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事件 已经在发展的时候 我会要求我自己编辑台记者 有时候要有能力打电话去查证新闻 去follow up新闻 甚至当新闻有breaking news突发的时候 我的外面的记者还没有办法 直接快速把新闻反映回来的时候 我的编辑台必须看着电视 看着外电直接打稿 直接做简单的新闻采访 编译 甚至后面还要做新闻的整并 后面还要做新闻专辑的制作 所以现在的数位编辑是要做全方位 多方面要多功能的能力的 而从小是个人 更不用说到一个整个大的媒体 他所要面对是这么快速竞争的 而又激烈的一个市场的时候 忠实的这次的转型是势在必然 而我必须说他做的有一点点慢了 因为现在已经迫在眉睫 市场已经变化到这个地步 消费者的需求很清楚 要或不要 那十块钱不是只十块钱 那十块钱买的是一个消费者的 要的面向 需求 内容 信任跟必要性 而不是说十块钱 要不买这份报纸而已 不是 所以现在消费者要求越来越多 需求越来越多 他可选择性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个媒体势必要做转型 他必须让这一个平面媒体的价值去存在 同时他还要能够透过其他不同的媒体的格式 跟商品生命周期 创造整个媒体企业的生存的动能 如果他还守着过去传统报纸的话 那他绝对会是走到一个很严重的瓶颈跟胡同 所以这次的转型 这次的整并是不得不 而且是对的方向 否则的话 他凭什么竞争呢 好 好 好